注意看这位就是被中国观众称为 花花妖精的梅德维杰瓦 自2019年在大奖赛中邪魅一笑之后 便在无数中国男同胞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靠着优美的舞姿以及 涉人心魄的容颜横行花花界 甚至有数以万千的男同胞 不惜以入赘的方式也要与他联姻 为什么他能一度 让数千万男人想方设法与他联姻呢 看完他接下来的精彩表演你就知道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一名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运动员 大大小小赛事参加不少 奖牌更是拿到手软 以不同种位的勾手四周跳 给数以万千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逆天的颜值 优雅的气质让人看完过后记忆犹新 正如兵女们所说 梅德维杰瓦史与花花胜于颜值 默默默去指尖 凌许暖下哭泣 刺尽长身无门 多说沧桑 足道中花魂 忘记长 温暖 山根突破 编剧去扭转腾魂 每次看完梅娃的精彩表演 总是让人有种流连忘返的感觉 赛场上的舞姿更是让你如入春风 这项运动能给大家带来很大的视觉冲击 同时也不得不感慨运动员背后的艰辛 许多花华运动员都是 七岁以前就开始练习花样滑冰 因为这项运动对于运动员的柔韧性 以及平衡力要求极高 更重要的是与生俱来的天赋 这项运动员的柔韧性 身为花华三套娃的大师姐 梅德维杰娃多了些许成熟人 不管是动作的协调性还是魅力方面 都给人一种只会远观的感觉 勾手四周跳更是无人能及 让该项目具有独特观感的同时 更是对选手们技术的考验 我是懒洋洋 关于花华妖精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